你有看到這個360度都有肉的嗎? 湯全部都用雞湯去熬的 你看上面已經有淋一點點那個膠質了 長榮路這邊的一家 應該是台南聽說在地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的一個賣 雞排 雞白 雞白湯 雞白湯的拉麵 然後我在網路上看它的 Google評論還不錯 看它的 我看它有一個是那個 肉很多的富士山拉麵 臀骨的 跟一個是雞白湯的 然後還有一個叉燒飯看起來不錯 走我們去吃吃看 這是這一間 硬拉麵 我們的餐到底我們點了三個他們店內 我看網路評價最高的 第一個是在中間這個主角 你有看到這個嗎? 你好 你有看到這個360度都有肉的嗎? 超多的 對啊 超多的 這個是富士山臀骨 濃厚的 然後你注意看 你拍這個 這個是雞湯 全部都用雞湯去熬的 然後上面已經有淋一點點那個膠質了 對 然後它是搭配這個蔬菜 然後還有這個小檸檬 那在 對啊 然後這一個濃厚細的這個辣的豚骨 我剛才看老闆做超濃的 裡面還有叉燒 然後這邊有放那個辣醬 然後它上面還有淋這個辣油 它的叉燒都超大的 為了拍攝我也是先幫你先吃了 那我先吃這個富士山 它的每一個肉都超大的 好軟 好香喔 超軟 它的肉質滷的滷得很入味 而且你看它上面那一層脂肪 它是一圈脂肪一圈瘦肉 然後上面烤的這個焦焦的 配上這個很濃的這個豚骨湯 中風 真的中風 好好吃喔 你看它那個湯多濃 這比我們去吃過的任何 我覺得我們去日本吃過的任何拉麵都還要濃 這麼濃 至少濃一倍 它一定有一點 它有一點的柴魚味 可是很濃很濃的豬骨味 然後它一定有一點咯咯的了 然後蒜頭味超重的 超愛的 它上面還有高麗菜 然後還有 一大堆的豆芽 我還看不到我的麵 而且這個吃這個蔬菜也超多的 它是那種 這個是粗麵 然後我看其它是新的 粗麵的我很喜歡 它粗麵可以沾很多那個湯汁 夭壽它的口感超好 它的粗麵是中間 還是QQ的 帶一點硬度 不是那個硬度 是那個印度喔 很有口感 我覺得蠻多人會誤會的 我覺得很多人會誤會 以為我在講那個印度 這間真的很好吃 台南不只小吃強 他們連拉麵都這麼強的話 那還讓我們北部人怎麼辦 怎麼那麼 這個大堆 這個 一定要點 這一定要點 再來的話 為了介紹我幫你吃吃看 你的這個雞白湯 你看一下那個膠質 它的肉片也是超大的 你看它的那個湯 比較輕一點 沒有那麼濃 喔 嗯 雞白湯 超級濃的雞味 超級濃的雞味 它跟臀骨不一樣 臀骨 好有 個人才藝 對 臀骨 臀骨生幽 知道是誰等我的話 我一定載著它 臀骨的話 它是很濃的 豬骨湯 雞湯是 你可以想像是一個 有點類似像是 蒜頭雞湯 加臀骨 這雞白湯是屬於 細麵 你最愛的細麵 嗯 好吃耶 它的麵都煮得超到好吃 不會太硬 不會太軟 吃下去還會有那個 咬斷的那個 口感 吃吃吃 我覺得雞白湯還 它的香味的厚度 比臀骨還要重 臀骨主要是吃它的 那個濃郁和那個 雞白湯是本身的雞 跟斷頭味很重 喜歡吃 濃厚的肉的 吃副市長 喜歡吃 湯麵的 口感 吃雞白湯 然後雞白湯好強喔 不愧是台南最強的 吃一 喔 吃一 鵝鵝 有最別的 它真的很強啊 至少我們去過兩三次的日本 日本的沒有人比的讓它 可是我真的覺得 日本的很多東西 沒有 特別的 應該是可能是我們台灣人的 口味 日本餃子很像 裡面都是爛米 都像那個baby food 應該很少看到我拍攝一直 一直在吃吧 就看你要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剛剛還拍完了 汉堡店 然後我到這邊還可以一直吃 你就知道那要多好吃 就看你整個時候調給我吃 好好好 稍後我會先幫你吃一下這個辣味 你看它這邊旁邊還有附這一撮 那個辣辣醬 你注意看喔 它也是超級濃喔 沒有看到它那個多濃 你看你看那個湯有多濃 這個是日本人不能接受的辣 台灣人可以接受的辣 對它有點辣 它就像是剛剛這一個 富士山的湯頭 的那個蒜味 再加上辣椒 這個的話 就推薦給超級喜歡吃辣的 東口味吃的 你看它的肉 還有辣油 喔對喔 還有辣油 那我們來加一點吧 這麼多 宜蘭辣王 不一樣的辣 這個是 有點像是加了味噌的辣椒醬 它那個單純就是花椒的麻香 沒有到很辣 它是帶香味的辣油 它的叉燒飯 在網路上看 很多人都說超屌 你看它鋪得滿滿的以外 它把它上面還有炙燒 淋上那個類似美乃滋 然後拿去炙燒 烤得有點像焦焦香香的 哇還在冒煙 你有沒有看到 好 我剛才又加點了一個 因為我剛才看網路上很多人推的 你看它的肉超多耶 這些都是叉燒肉 然後炙燒 剛入口就煙燻了 哇 這一碗飯還超爽 滿滿的 叉燒 滷叉燒的 香香味 然後它經過製造以後 它的油脂有點融化 它油脂融化 它有那個油脂那個 那個燒焦的那個焦香味 然後又融到飯裡面 白飯又把那個油再吸收 這簡直就是一個 心臟定制飯 好啦 那我們今天點了 這三個 剛才那個單點的叉燒 然後我就沒有酸進去 你看 我們點了三碗 這個 拉麵 那總共是這樣子 總共是700塊 所以剛剛那個富士山 那個很大那一個才260耶 對啊 然後它的每一碗拉麵 都沒有像台北買到什麼300多塊這樣 它都是220 220 然後剛剛那個很大的 260 我覺得以價格來講 是非常的實惠 這家的 這家店我非常的推 就是推它的 富士山跟它的雞白湯 雞白湯真的是超好吃的 真的不愧是台南 最強之一 最強之一 大家如果下次有到台南的話 可以不用真的全部去吃小吃 他們這種就是 只有單一一間店 不是連鎖店的這種 拉麵店 哇那個功力都非常非常的了解 你應該也覺得很好吃吧 我喜歡吃它的雞白湯 哇它的雞白湯 它的那個湯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就是我們兩個人都自己覺得說 去到那個日本 在他們那邊當地吃到的拉麵 都沒有這邊拉麵好吃跟濃 而且 它的那個麵條的口感 剛剛好有沒有 就是又Q 然後又不是到硬 然後又有口感 哇 超讚的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它喔 你有發現其他 這次爆紅全面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